G7也发表了广岛愿景 表示大陆发展核武缺乏透明性 对世界地区是忧虑 强调不容许进行核武的洞后式使用核武 同时G7领袖声明 以最强烈的言语 言辞来谴责俄罗斯 要求即刻完全无条件的撤军 并且还记载加强制裁俄罗斯 并且会持续地支援乌克兰 好 在这个部分 主要经营体统一针对大陆的做法 目标就是降低风险而非脱钩 好 G7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最新台湾时间下午2点30分 在乌克兰总统泽文斯基 也搭乘了法国政府的班机 抵达了日本广岛 那么在他抵达之前 事实上就像刚刚宏林院讲 大家都在看 都在猜 那么他是基于安全行程细节保密 现在确定的是21号 会来参加峰会上乌克兰议题的讨论 同时呢 带有关注 那他会不会跟其他的领导人 还会来可能有进步的会谈跟会面 我们请教佐贞仲教授 好 我们看到这个G7 其实非常有趣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看到岸田 因为岸田是主人嘛 那么岸田其实他现在 在G7他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很多人认为说他未来 他有可能在G7之后 他就要解散国会 然后重新举行大选 因此G7对于他来说 怎么样能够有助于 他在国内提升他的支持度 因为他在过去两个月 他国内的支持度 已经提升了将近百分之十 所以经济上的成果变得很重要 经济的成果里头 当然跟中国大陆的经贸合作 就变成是很重要的一块 因为怎么样让其他国家 都能够在经济上采取有效的行动 避免世界陷入不景气 能够重振世界的经济活力 这个当然就会间接 对日本来说带来一个注意 所以大家当然不希望 跟中国大陆之间弄得太紧张 因为太紧张之下 你失去了这个大的市场 或者甚至在全球的贸易的 中国大陆全球最大的一个贸易国 那你跟他之间贸易出现摩擦 这个当然都不利于你的经济复苏 经济成长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岸田在这一次 他特别还召集了几个半导体的领袖 来谈这个问题 就是说谈怎么样到日本去投资半导体 他不仅找了台积电 找了美光 也找了这个英特尔 甚至找了三星 那这就你看跟这里头 主持人刚刚讲到 对于俄罗斯也好 对于这个核武来讲也好 就完全不一样的议程 这里头如果我要说 岸田真正关心的问题是什么 是核武 为什么 这个当然他取法了以前的这个欧巴马 因为欧巴马2009年得到那个诺贝尔和平奖 原因是因为他大力的推动 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呢 所谓非核化了 就是说这个就是核武扩散了 他大力的推动这个所谓的核武的谈判 限制核武的扩散 所以岸田现在他在广岛 他运用广岛这个地方 因为广岛是美国投下原子弹的地方 他这一次叫所有这些领导人 都去看一下这个广岛的这个和平纪念馆 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推动他的这个议程 因为现在在俄乌战场里头 大家都很担心 之前大家都非常担心 俄罗斯是不是要使用核武 那这个担心到包括后来有人 这个有西方国家 也有提供一些这个朋友弹给这个乌克兰 那这些新的武器的使用的可能性 或新的武器到了这个乌克兰 当然都增加了大家对于核武 发生核子战争的一个忧虑 所以去年从肖茲开始到马克宏 他们到中国大陆去 跟习近平谈的都是什么 就是要宣布 要宣誓俄武战争绝对不能使用核武 所以他现在在这里他当然就要讲这个 但是我认为讲到中国大陆发展核武这个部分 其实是应该是这个不是日本要加进去的 因为日本的重点是在防止使用核武 那但是特别加上了一个中国 可能也是来自于美国方面的一些 这个期待把它放进去的 那包括像俄罗斯这个部分 也是跟美国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 因为美国一直想要运用像G7也好 或过去像使用APAC也好 去推动它的一些全球安全议程 比如像2002年911之后 美国在APAC就推动什么 反恐 APAC本来讲的是贸易自由化的地方 突然变成了反恐 那现在G7它现在也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日本这个Japan Times 有一篇新闻报道讲得非常有趣 它说今年G7的议程是什么 三个字 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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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乌克兰 很简单 因为现在美国把它的希望放在乌克兰 能够打一场胜仗 当乌克兰打了一场胜仗以后 当然后续当然他认为说 双方就可以乌克兰在谈判上 取得一个有利的位置 所以这里头就希望大家 整合步调一起来制裁 可是问题是什么 再制裁下去 欧洲的成本又要上升了 欧洲能不能承担这个成本 再制裁下去 会不会使得更多的国家卷入 而增加了更多制裁的破口 比如像今年初讨论的一个可能性是吗 你要制裁俄罗斯 你可能要制裁伊朗 因为俄罗斯希望从伊朗 把它的这些石油天然气 拉出一条管线 来逃过西方的这个制裁 好了 所以你现在要制裁俄罗斯 就涉及到伊朗的问题了 所以所谓我们看到制裁俄罗斯 当然不只是俄罗斯的 其他产业的问题 还包括了跟俄罗斯 有经贸往来的这些国家的问题 当然也有涉及到 一部分中国大陆的企业 而当你的制裁范围越广 其实就越难以实施 它就会制造更多的破口 所以这是为什么20年前 美国开始谈所谓的这种精准的制裁 就是因为它知道说 当你制裁全面的时候 第一个你伤害到平民 第二个你没有办法有效 但现在看起来 在俄乌战争的最后关头 它可能没有办法 它可能就是要再往前推 而这个就必然导致G7国家之间的 一个很大的裂痕 是我们可以看到在G7这一次 针对了在乌克兰当然讨论的 这个蛮算是一个重点 当然所以泽恩斯基也来了 那泽恩斯基是在今天下午2点30分 搭乘了是法国政府班机抵达 那其实在到广岛之前 他先来到了沙烏地阿拉伯 在阿拉伯联合峰会发表谈话 指控部分的阿拉伯国家领袖 对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一事视而不见 同时呢 BEC也报道 这一次为什么要来 对他来讲很重要 因为呢 来到这边希望G7能够送战斗机 各国领导人能够提供给他更多的武器 所以日本之行值得他冒险 那美国总拜登也松口表态了 支持提供F16战机给乌克兰 也支持培训飞行员 我个人是非常赞成 世界各国都提供F16给乌克兰 如果台湾也能够提供的话 我也赞成 为什么 因为F16是一款被吹牛吹得很神的战机 但是还没有看过他有什么样 在战场上的使用能力 真的战功 真的 真的可以看得起打仗的一个本事 那这个到乌克兰战场是一个 再怎么找都找不到的好战场 为什么 因为如果有那么多的F16可以在俄乌战场上显示 他能够击败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他能够击败苏凯的战机 那我们台湾花了那么多钱 买了66架F16V 我们才放心 对不对 不然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买的是什么东西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两天 全世界只要提到爱国者飞弹 都当成笑话在看待 为什么 爱国者导弹 美国在推出来的时候 哇 牛皮吹得多大 哇 台湾你买几套 我们也买了好多套 然后欧洲也买了一大堆 卖得很好 可是爱国者飞弹 从来没有被检验过 现在俄乌战争一检验 原来是个破铜烂铁一堆 爱国者飞弹 我再讲一遍 就是个破铜烂铁 喂 俄罗斯只发了两枚匕首导弹 就把一套爱国者飞弹炸毁 一套爱国者飞弹炸伤不能动 那请问你我们台湾买那么多套 还经得起东风的超高速导弹的攻击吗 没有办法 那以前美国怎么吹牛 这两天乌克兰还讲了一堆谎言 谎话被戳穿 他说你看 我们这个爱国者导弹 已经把俄罗斯的超高音速导弹 怎么样 给拦截住了 就发现是谎言一场 跟没这回事 他们拿出来的证据 那个是什么 那是滑翔炮弹 那不是匕首导弹 也就是爱国者导弹 无法挡住俄罗斯的超高音速导弹 那问题俄罗斯的匕首导弹 比中国大陆的东方级还差 那我们买那么多爱国者导弹 那干嘛 心理区布了一套有用吗 能够保卫大台北吗 美国不是吹牛吹了老半天吗 我觉得货品不好可以退货换新的吧 是我们可以把爱国者导弹 推给美国 要换更好的过来 那一样的 F-16到底能不能挡得住 俄罗斯的防空导弹S-400 现在很多人都在睁着眼睛看 说希望看到这样的 到底是 F-16能够怎么样 飞越俄罗斯S-400的防空导弹 防空区 那我们买的当然很放心 因为现在F-1500还没出来 F-400如果你能够飞越过 那解放军的防空导弹 也是F-400那个等级的而已 我们就放心 不要到时候我们买的F-16V 结果解放军的导弹 随便这样几个BD通路打下来 那你不是白花钱了吗 所以总该把F-16 搬到乌克兰战场上 实际体验一下 看有几架能够活下来 如果能够活下来就是好战机 要不然我们以前买美国的武器 整天美国人在吹牛 这一款多厉害 就像前段时间记不记得 台湾的媒体绿媒 尤其是绿媒 还有那个什么 这个美国全日的媒体 哇 海马斯多厉害 战力有多强 现在呢 刚才好像很强 现在呢 没有声音了 那我们还买海马斯吗 这个我们要问那个许委员 你们还要买海马斯吗 被人笑话 为什么 海马斯竟然被俄罗斯给修理得很惨 刚开始俄罗斯可能找不到 怎么修理他的方法 还真的有一两次效果 现在还有海马斯的新闻吗 没有了 都躲起来了 只要一稍微现身就被击毁了 所以也看不到 对啊 原来堕点这么多 所以美国的武器经常吹牛 夸大其词 价钱爆得高高的 不实用 如果俄罗斯都那么容易破解海马斯的 那对解放军来讲 破解海马斯 余差不更简单吗 那我们 我不晓得你们两位纳税人 你们这些纳税人 竟然无意要缴税啊 去买这些美国武器 我们还能干嘛 那我最后我们只能买AK-47吗 我觉得从头到尾都一串笑话 这些纳税人